嗨 大家好 我是桑普 來到Toronto 就是不忘來這個地方 就很多香港人和那些 強國人 強國人住居的 這個萬錦市 一萬個萬錦手感 就是Markham 就是M-A-R-K-A-H-A-M 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一個是Markham這個Richmond Hill 住很多的香港人 華人 還有很多簡體字 這個是繁體字 金庭宴 這個地方就是聽過來 就看到一個大的停車場 就是大家去過外國 大家也知道 或者在外國生活 大家也知道 這些是私空見過 一個大的一個 Parking Lot 這個Parking Lot 有很多的店在這裡 我就這樣走這條周邊 菌邊走 因為剛剛吃了一間黃店 也都在Facebook和分享給大家聽 就叫做良心冰室的 就是在萬錦市的 當然它旁邊就是很大的 這個Parking Lot 也都有很多很多 你自己去看看 有很多的店舖 嘩 多少店舖 這些店舖 有部分是白種人開 我不知道是不是白種人 我跟人種無關 譬如說有些是唐人開的店舖 台灣人也有 韓國人也有 剛剛有一間吃 韓國的一些消息就是在那邊 不過你看不到 另外就是有很多香港人開的店 還有中國人開的店 所以就什麼都有 那這些這樣的地方 我想這個地方是很多 算是minorities 不要說minorities 因為加拿大是一個多元的國家 那麼很多 即是非主流的人種 就在這個地方居住 那這裡泊滿了車的 即是說呢 如果大家去到這裡 就有食神了 好 那我們繼續走吧 那 那 不如走外面看看 和大家看看 這個地方呢 就有個甘亭燕 剛剛說過 那 去這個地方為什麼會去一下呢 剛好今天呢 偷得浮生 就一天走 那我就去不同的地方 去看一下這個toronto 試一下不用車 不租車 也都試一下搭公共交通 那法國島其實搭到的 是吧 我就來這個地方怎麼來呢 那就是比如 去North York 一邊開始 一條地鐵 地鐵呢 就大概三個三加幣左右 就搭到一個 一個 南邊的地方 就叫Union Station 那走不久呢 就可以轉這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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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火車呢 就是三個幾加幣左右 三個幾加幣 是什麼概念呢 大概呢 大概是二十元港幣的概念 就是二十元加二十元 四十元港幣呢 就來到呢 這個 多倫多北面的這個小鎮 這個馬鎮 馬鎮呢 與其說是一個小鎮 其實分開了的 是一個呢 沒有什麼高樓大廈 但是就分開了居住的地方 對面呢 有一個超市的 然後呢 然後呢 一會兒就過去看看 那一會兒呢 我就會去哥便呢 坐巴士 說幾夠薄呀 多倫多去坐巴士呀 那我試下坐巴士 那我試下坐巴士 因為預準時間 就可以到巴士 那我試下呢 去Richmond Hill 去探 探另一個景點 那 那今天這麼好陽光 那當然要去走下 我们进去那间超小看一看 其实多伦多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即是你说大多伦多它cover的地方 即是多伦多市是一个部分 我也不会去CN Tower 即是这些游客喜欢去的地方 我不是喜欢游客去的地方 我喜欢去一些有人味的地方 虽然现在没有人 但是有超市 那这个地方即是说呢 相当有意思 先看车先 等我们过去先 这个就叫什么福耀超市 表面上它起码没有写简体字 那就过去看看 其实简凡体字是一个 我判断试密的第一标准 不是代表凡体字 即是没有问题 是肯定简体字肯定有问题 就是用排除法来住 福耀超市有这个logo 在这里 这个drywall也有 有卖广告的地方 对不对 那我就走 很少人走 更加不喜欢一个行人 那这个福耀超市 Winco Food Market 没来过 在里面什么情况 即是如果很多人 要来多伦哥生活的话 第一 会炸车 无借居 搞不定 即是不是个人 好像我那样 旅游只搞不定 那第二件事就是全部 Dry do it yourself 很多人的事就是 很多人的事就是 自己要做事 这些全部的事 好像香港那样 超级市场一样 还有加拿大的国旗 在这里 迎风飘扬 这个地方就是禁止拍照 所以我们就暂时不做拍照的动作 但是看看呢 外面也有些车 哇 有个pick up zone 即是专门买很多东西的地方 可以去这个地方pick up 而且你看到旁边 我没办法入超市 因为 一旦入超市 我可以入 但没办法带着这个机 进超市 那你看到 Wire witness 是不是 有其他kitchen stuff 其实等于你 你开一部车呢 一起过去买了 一个星期 甚至多个星期的东西 就搞定了 就是这样生活了 那这个就是外国的一种生活的模式 喜欢这种生活的模式 其实挺过人的 安静 就不要带着香港那种 哇 日日卡拉OK 入日打牙掌 那种精神的话呢 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会生活得很开心 那而且 就算你 只说广东话 这里去到万感市 或者Richmond Hill 列治文山 甚至在多伦多各个地方呢 只有唐人地方 就生活到 那我一直都说呢 就是每个人 融入这个地方生活呢 就不可以呢 只在围绕的 就是同样 那样 很多人去到台湾 都要适应新的生活 那这个就是 Winco的招牌 那去到台湾都要适应新的生活 那所以呢 都要融入主头社会呢 那才是万全的做法 那每个人 来到这个地方 开展人生新的一页 过去的东西 不会忘记 将来的东西 积极争取 积极去进取 就是希望第二人生 过得好 这个是我希望 对所有 离散的 移民的 甚至没有流亡的 香港人 就是祝福了 因为不容易 而在这个过程中 你又要保持香港的文化 那你要保持香港的文化 又要呢 融入当地的社会 成为当地的国家的一个国民 其实你的Eligence 是一定是对于本国的 就是新入国家的 而同时也都要将 不要忘记香港 拒绝慰望 就已经够了 拒绝慰望 除吐后鸡 不要死 好好玩 准备好 等人到 都是这句话 光明始终会到来 我们下一次再见